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演郭文 但说不行 但说你就演柳大蛮 柳大蛮特别好 特别出刺 我说真的假的 咱里屋广要看愿一点吧 其实我看的时候我也挺喜欢柳大蛮 啥啥啥 啥啥 啥啥 是直来直去的 他该哭的时候就哭 该笑的就是笑 事儿一好他就乐了 事儿一来他就着急了 为啥干萨坏丝都有你呢 无聊这次你把操心来 我来管 等于我有一天 我给咱村盖个岔子 咱子不用出来收这远往期里 当时这个水泥厂是要开在别的村儿 他们请这个老板吃饭 他自己先干了基本上一瓶半白酒 为了彪杂 我俩的成衣 我把这人喝了 为了这个水泥厂 他付出了特别多的事儿 终于这个老板愿意在你们这儿开了 然后没想到这个水泥厂 给这个整个村子的地 包括河流都污染了 你咋能把午睡 往我河里滴里排你 睡一上 不能管 管了 在六甲坪就抹好日子了 因为污染要关水泥厂 这是 连根拔起的感觉 就把他的这个 唯一的一点小成绩 就要给他抹杀掉 我不骗你 我们在走戏的时候 我跟你俩们对台词 光只是对台词 我那眼泪就不停地流 我忍不了 我真忍不住 就我一想到他那个人物 就内心就不行了 我就觉得他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你想我们很多时候 付出了很多东西 还说不定还得不到 但突然你得到了 然后又拿走 那个痛啊 痛并快落着 那我求你了行不 那求你去 陪我去一趟线 水泥厂就送给你吧 你忘了咱俩当时 咋求你陈畅畅的 是水泥厂该进来不容易 你都陪我去一趟吧 行不 咱俩去求一趟 光玩吧 陪我吃一趟钱 那不去 你嘴巴也保持 咋 7月11号我们到了剧组 9月30号杀钱 每个人身上那个压力 就像一座山一下 压到你身上 你这股舍我舍 我舍你 你舍得 油腻汗 油腻汗 我睡 你愿意吧 好 大家几次广益 你对你这个人 我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大家都会提 好多年都没有拍到这么苦的 这么坚持的戏了 我觉得是人生之罪了吧 那也得坚持 因为确确实实 陕西人言陕西戏 能自己给自己的乡党们 乡亲们做点事 挺荣幸的